过去道场里面要想做我 同样一个道理 极乐世界都是修行人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教学 没有一天停止过 那个世界很特殊 人的震暴身体是发现神 不是血肉之神 他们的义暴 树木化草山河大地 也是发现体 发现土 所以那个地方 看不到变化的现象 人活上一万岁 还是年轻人 没改变 永远年轻 永远不老 永远不衰 这个世界美好啊 人不需要饮食 你看我的饮食多麻烦 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 极乐世界人不需要睡眠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没有夜晚 光明世界 每个人生放光 我们自己生放光 佛要放光 每个人都放光 树木花草放光 山河大地 没有一样东西不放光 光明世界 所以他不需要日月 不需要灯 所以他们的学习没有中断 我们这不行啊 我们这吃饭中断了 睡觉中断了 所以学习难了 他们学习没中断的 依旧能想象得到 他学习多么快 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想动个窝面 造个坏事 没机会 西方极乐世界 贪嗔痴慢疑生不起来 纵然也有这个习气 生不起来 为什么 我们这个世界人贪财 西方极乐世界 没人贪财 金银珠宝没人要 黄金来个扑马路的 像我们这备友 我们这有没有人 把备友挖几块 放在家里当宝贝 没有啊 为什么 太多了嘛 所以极乐世界 黄金没人要啊 珠宝没人要啊 珠宝什么 建筑材料 盖房屋 盖东西 建筑材料 没人要 肥萃 绿色的玉 透明的 这个是玉的 它最珍贵的 极乐世界 肥萃什么 是大地 它大地 不是泥沙 不是泥沙 是翡翠 换一句话说 我们这条翡翠 在极乐世界 是泥土 你就像那个世界的富贵 那个世界的富贵 居住的房屋 你心里想什么样子 它就变成什么样子 不需要设计 不要施工 随一念 就在面前了 不想要了 它就没有了 也不要测出 干干净净 一成不然 你说 这个世界 到哪去了 我们在这个世界 大的房子 我不敢住 那为什么 我说那不是人住房子 是房子住人 你要伺候房子 你要去打扫 累死你 在这个世界 住房子越小越好 容易收拾 几分钟就干净一落了 住得很舒服 西方极乐世界 没关系 再大的房子 它不需要收拾 不需要打扫 一成不然 极乐世界 没有你需要做的事情 衣服穿久了 要换喜 你想换 已经换成新的了 旧地旧地不见了 不需要操一点心 全心全力都在道上 都在学习上 变法界虚空界 像这样学习的环境 也找不到第二家 只有阿弥陀佛独家有 这能不去吗 都在学习中心全力都在学习 我一项就会 收拾 每个人都在学习 都在学习 都在学习 都在学习